三昧堂布袋戏音乐剧团 由一群热爱布袋戏的业余玩家组成 12年来合力完成300多场国内外展演 努力把地方布袋戏推上国际舞台 目前在嘉义顺利世家美术馆展出戏偶工艺展 在磅礴的开场乐中 苍偶师带着布袋戏偶陆续登场 有庄人苍偶的水秀舞 布袋戏经典的武侠打斗等剧马 又被于一番传统掌中戏 由苍偶师戏偶共同献身 走入观众席与戏迷互动 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戏友公益之美 早期因为经费比较不足 所以没有戏台 所以我们到后来变成无戏台演出 是我们的戏友会让苍偶师带着 走到人群里面跟观众互动 用苍偶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他比较像真人的方式去耍刀 或者是耍剑这样子 以无戏台形式演出的布袋戏音乐剧 整员来自各行各业 基于对布袋戏的热爱 12年来已创作出220多尊精致华丽的戏友 每尊戏友几乎重达10公斤以上 要操作起来可不简单 这大概15公斤 比较重然后就困难点会比较多 因为一般的话我们不是拿这样 就是整个手要拿高 就是要练到人偶合一 就是除了戏友本身你要去练之外 你人本身还要去探讨他的性格这样子 布袋戏友不仅造型繁复细致 戏服也与传统手工艺春子花跨界合作 成为独特的戏友美学 因此常受邀到德英法等国进行文化外交 杜港的春阿辉 那这个春阿辉也是台湾戒船 现在即将慢慢走入夕阳产业的一个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在文藻外语大学还有各个大学开课 教大家怎么去黏头发 操蚝啊 做衣服 把布袋戏的这些技法传承下去 袁仁宏表示 布袋戏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布袋戏能力求铭心且持续发光发热 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传统艺术的同时 要与时俱进创新